來看看野生烏魚子喔 都在做特價喔 一片片晶瑩剔透的烏魚子 擺出來過年氣氛瞬間滿點 距離農曆春節直勝不到兩週 每年備受矚目的台北年貨大街 週末一早人潮滿滿 從頭走到尾來看一下 各家烏魚子多少錢 網路上好像貴一點 觀光迪化街烏魚子一斤2200元 小片禮盒特價900 香菇一斤800到1500 猴頭菇一斤800 店家透露南北貨價格與往年差不多 不過日本進口的干貝就有明顯漲幅 已經2300元到4000元不等 花紙什麼東西 因為你時薪都漲到100多塊 可能漲一點點啦 24號宋神以後就要買 一定要買 應該是下個禮拜會很好 走在迪化街濃濃的龍年氣氛 永樂市場上有個華麗的巨龍燈飾 今年主題是年貨一條龍 為了方便市民採買年貨 更首度推出免費接駁車 今天一早只有13度低溫 照樣人氣爆棚 上午9點57分 氣象署還針對新北市金門縣 發布低溫特報 不過這樣的冷天氣即將短暫告別 下週一開始就會明顯回溫 在禮拜一之後 整體的一個溫度上 都是會有逐漸回升的一個趨勢 整體的高溫上 各地都可以來到25度以上 那甚至在中南部地區 有機會來到28到30度 週一起水氣偏少 加上環境轉為東南風到偏南風 天氣勤勞穩定 週二到週六 各地高溫 北部東北部及澎湖 落在22到25度 中南部26到30度 東部也有24到27度 下週連續的好天氣 應該是年節大掃除的好時機 但專家提醒 即便大幅度回溫 日夜溫差大 厚衣服還是不能收 謝謝張教鵬 曹文林 台北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